它沒有弄好的時候 金黃色不要球菌 有菌然後長掉 它會產生一個龍 這個龍 一流出來這個傷口就會癒合 龍沒有流出來傷口就不癒合 因為古代沒有無菌觀念的時候 一定是有菌的手術 有菌的手術如果這個龍 是在局部的 它到最後會這樣子丟出來的話 那就沒有事情 如果它是鏈球菌 它會變成靜韌性的 就變成蜂窩性組織炎 那病人就會死 金黃色不要球菌 有細菌 在我們皮膚裡面很多 所以皮膚的菌 古代的人 就算英國的女王 她開一個頭皮的手術 就會死掉了 很危險的 那現代的人要能夠做骨科的手術 是跟骨科 就是骨科的細菌 很不容易活 很不容易消滅 為什麼 因為骨頭 有很多的空氣 很多的細菌會跑在裡面 藥物是沒有辦法殺死的 所以我們講骨髓鹽 那骨髓鹽呢 在古代就有 我們台灣人叫咖皮糧 就是腳的地方如果受傷 好像一直在流濃 一直在流濃 好像老屁一樣 就咖皮糧 就是腳的下面這個位置 因為腳的循環不好 所以會產生患 那什麼時候人類才發現這個無菌的技術 是大概在18世紀末期的時候 有一個醫生叫做迪斯特 叫迪斯特 Joseph迪斯特 迪斯特 迪斯特 這個醫生 他本身是一個外科醫生 那 他 很愛乾淨 也很認真地做研究 他用他的顯微鏡來做研究 他看到有些細菌 在 在傷口裡面 那後來 他用濕碳酸 去把那個布消毒以後 然後甚至他用濕碳酸 去噴他的 洗他所有的器械 然後噴他手術房裡面的空氣 他是這樣做 那他最出名的case就是 他們那時候已經開始工業化 馬車 把小朋友像這種小朋友 撞到以後 腳13歲的一個小朋友 腳開放進骨折 他用這種濕碳酸的方法 消毒滅菌的方法 把這個小朋友的骨頭接起來以外 又沒有發生骨折炎 他有十幾個case 又發表文章 這樣子確定 無菌手術是有用的 但無菌手術裡面 最重要一個概念就是說 你如果醫生的手沒有消毒好的話 這醫生的手就是殺死病人 最大的原因 所以要那一輩的醫生承認這一點很困難 很困難 因為他們那時候 醫生開刀是穿什麼衣服 不是穿手術衣 他是穿西裝的 穿西裝開刀的 那西裝開刀的時候 那個血盆出來 這個西裝的袖套 就會沾血跡 那如果這個血跡越多的 表示這個醫生怎麼樣 越有名 越有經驗 他是這樣子的一個文化 那他們晚上出去 醫生那些 醫生托舟 醫生是喝紅酒的 如果你的手去消毒 又洗那個濕碳酸 那時候會什麼味道 濕碳酸的味道 所以這樣那些人要改變 困難嗎 很困難 這是一個觀念的改變 跟行為的改變 我們講 人最難改變是觀念 再來是習慣跟行為 我們今天 有這個觀念以後 還不夠 我們要去做做看 以後再產生行為 到最後呢 才會反生一個社會風景 到最後 現在 我如果沒有洗手 沒有帶手套 是不能夠進去手術房 做事情 你這樣懂嗎 變成一個行為規範 所以這整個人類的眼鏡 是有歷史的 好 我剛剛講那個滅菌的手術 跟骨科有關係 跟小兒骨科有關係 好 那後來 Joseph Lister 他的無菌滅菌手術 被發揚光大以後 才有20世紀 新的骨科的醫學 好 這個就是 結構裡面 講的 你要怎麼去調整結構 好 跟那個無菌很有關係 好不好 那我們今天下午 會去參觀農場 參觀農場裡面 高一英老師 在我這本書裡面的化學篇 飲食跟土地與健康 他是用什麼東西 他是用好的細菌 土地裡面的分解菌 這個分解菌 是從那個竹子裡面 竹林裡面 那個竹子會 爛掉 整個 竹子會這樣爛掉 那個細菌 把它 分離出來 擴散 以後呢 它那個農場裡面 沒有味道 是雞也沒有草味 七滴也沒有草味 都有一種發酵 淡淡的香味 這個就是它的好菌 在幫它做事情 那其實 無菌是在什麼時候 實在不應該有細菌出現的地方 要無菌 那有應該有細菌出現的地方 不是無菌 是要讓好菌更多 這樣懂嗎 所以我們有一個飲料叫什麼 好菌多 有沒有 好菌多 其實不是要吃細菌 是吃細菌裡面的醫生員 讓細菌能夠吃東西 為你身體裡面的細菌吃東西 這個東西 細菌是植物還是動物 屬於動物還是植物 細菌有細胞B嘛 對不對 所以細菌的細胞B裡面 我們就是要吃一些細胞B 那細胞B裡面就是說 細胞B裡面有腥微質 這個細菌 樹葉裡面有很多 所以我們到後來會用這個桑葉 用什麼葉子 打成粉以後讓病人喝 就會讓它肚子裡面的什麼 好菌增加 然後 然後 那個 葉子裡面的纖維質 就好像我們去洗 洗菜的菜瓜布有沒有 會把腸道裡面的髒東西給它洗出來 好 所以大腸癌要怎麼樣 剩大腸癌 我有一個口號叫做 校園菜聖大腸癌 就是在校園裡面種菜 校園裡面種菜 我們現在在湖口國小已經開始了 湖口國小的校長 支持這個計劃 我們去那裡演講 他們也開始在種 好 那今天喔 下午 我們會去那個菜園 好 有 有幾種菜喔 那個 那個誰 姨珍 姨珍